走上的路不能后悔,但是可以转慢,发现走错了,转个弯也许就会看到温暖的阳光在等着,生活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从来不存在完美的人和事,或于完美的感情,只发生在童话和想象中。 现实的常态,除了平淡,就是千疮百孔与结后重生,一个钱币最美丽的状态,不是静止,而是当它像陀螺一样转动的时候,没人知道,即将转出来的那一面,是快乐或痛苦,是爱还是恨,快乐和痛苦,爱和恨,总是不停纠缠,怕黑的自己老喜欢黑夜有人陪,后来在乎自己的人越来越少, 他们也不会时时刻刻在自己身边,于是不得不一个人面对黑夜,时间久了就觉得一个人是理所当然的了,在一次次的难过,失望中学会了一笑,学会故作坚强的对自己说,我不难过,有很多事自己是不愿意做的,可是这不得不做,再怎么无奈都要继续走下去,时间久了,有些性格不得不改变,有些习惯不得不改变, 有些脾气不得不改变,恋爱的时候,以为太情就是生活中的一切,幼稚的可笑,失去了才发现原来自己必须找一个除了太情能让自己坚强走下去的理由, 以前哭的时候,有父母帮忙擦眼泪,长大了有些眼泪要自己擦,有些眼泪要往肚子里咽,以为蒙上了眼睛,就可以看不见这个世界,以为捂住了耳朵,就可以听不到所有的烦恼,以为脚步停了下来,心就可以不再远行,以为我需要的爱情, 只是一个用法,深累的时候,懂得睡一觉过后,就会安好,心累的时候,告诉自己笑一笑没什么大不了,无需言语,一个微笑,就是一道最美的风景,一声情话,就是一句最美的表达,不离开,因为心在,不放弃,因为爱在,不停止,因为路在,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请不吝点赞